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榮忠在這裏 我都差不多一個星期 最少都一個星期多了 還有一兩天 我就要回去馬來西亞了 很多馬來西亞的粉絲 即是說 很多人想問事 其實有問事 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回去先搞定風水 因為風水太多了 全部雷積在那裡 因為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沒有辦法 所以就想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想問事的朋友來說 你們注意我們的官方面子書好不好 今天我就來到這裏 看這間屋來說 首先想給大家知道 澳洲的家裡大致上 一部份 那天我都介紹了 都有橫樑的 這間屋一樣有橫樑 還有一些壁畫 應不應該放 那我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 整間屋的風水 大家一個風水的教學 好不好 你來我教大家看看 先 尤其我們進來來說 西方國家呢 它的建築物和我們不同 好 我們先進來 好 好 我先脫下鞋子 那一進來呢 坦白說 這裏有一個鏡 其實一進來有鏡好嗎 其實來說是沒有什麼所謂 是OK 那天我又說了 千萬多了 千萬多了 千萬不要一隻鏡子 這樣向著你們大門口 就沒有那麼好 就去破財 你明白嗎 人家說的 人家說的 破財擋災 不是啊 是破財漏災 你明白嗎 是擋不到災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如果鏡子是這樣 就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常識 給大家的 再落到這處來說 這個是一個廳 通常呢 這些設計呢 通常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這裡呢 先不理它 先拿去這裡 讓它更光一點 這裡有一塊鏡 這裡有一塊鏡 所以說 這個鏡子在這裡 安在這個廳 是動不動呢 其實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下來呢 你知道的了 西方國家呢 很多呢 都是怎麼說呢 就是有些下雪的嘛 澳洲地區呢 有些地方是下雪的 唉 要拉開這塊東西而已 我先拉開 即是不用那麼暗的嘛 看不看到嗎 看不在外面呢 有船的 看不看到 又是什麼 每家人都有 還有一架船在這裡 外面 所以這些是很普通的 所以重要來說 這個爐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來說呢 如果是說這裡的燒爐 因為下雪那陣子 是冷的嘛 用來取暖的嘛 如果在爐上 有一塊鏡子 沒有那麼好 會搞到加重屋幣的 你們大家要記得 如果是說這個爐是假的 而沒有燒火的 坦白說 會不會影響到風水呢 其實都會間接性影響到風水的 有些人呢 就放個花在那裡做個樣子 即是擺個漂亮 如果是說沒有火來講 就OK 但是西方那街 有些下雪的地方來講 澳洲都有一兩個地方下雪 不是整個澳洲都下雪的 你明白嗎 但是有些澳洲呢 真的是看地方的 你明白嗎 所以冷天都比較冷 有些就取暖了 所以鏡子呢 如果放在爐上 這就沒有那麼好 就會吵架 加上那裡的花 在那裡 那把口 鑄人家就會很濕 很夠力的 那我們出來看看 我們講反過橫樑 大家還記得嗎 好多家的設計 都是橫樑的 看看 這個是樑 這個是紫柱來的 這個紫柱 這裡會有橫樑 看到嗎 這邊 很明顯的 這裡是橫樑 你看 千刀萬斬 轉過來都是一樣的 全部都是轉過來一樓 一下去看下去 嘩 你看看 就是中間這個 看到中間這個 所以說千刀萬斬 如果你坐著看電視來講 你會影響到你全身病痛 沒那麼好 所以說大家擺設的東西就會講究 但是澳洲人呢 坦白說 你說可以相信風水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那麼如果有橫樑 要怎樣化解 要怎樣擋殺 是很簡單的 你拿個葫蘆 拿個葫蘆 你放在旁邊那處 你不要掛 你放在邊皮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幫他擋殺 那麼這裡有一個 難道那裡有放個葫蘆 不需要的 你或者這個 就放一個葫蘆在這個位置都可以 但是其實你說呢 在家裡你放在那個殺位 因為每個人的誤行的殺位不一樣 你計出的殺位在哪裏 你的葫蘆放在那個位就對了 但是有些人家裡的殺位是計不到出來的嘛 所以你就要看哪一個是殺位 你明白沒有 所以說他早上在這裡煮飯 這些是西方人的 坦白說 美國也是這樣的 我們經常看風水都是有的 這些是很習慣的 他是 open air 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 如果又遇到這樣的橫量來說 坦白說 你真是要外放一隻葫蘆擋殺 可以叫斯林斯哥你看看 上面也有天窗 你看到嗎 天窗是很漂亮的 天窗是入不了風的 是比較光亮的 除了放葫蘆 因為太多千刀萬針 這樣會影響我們健康 重點是一個葫蘆 那個葫蘆有很多形狀 是看你哪一種葫蘆 普通葫蘆可以不可以 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擔心 師傅遲些我會推出一個仇土 一個福一個仇 福壽安康 所以很多人我幫你看風水 首先我看你健康 如果不是你的家財萬千 千萬都是沒用的 你明白嗎 你健康不好 說什麼都沒用 到時候人在天堂 錢在銀堂 我跟你說 老婆就在人家床上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笑話 所以你們記得 如果是說你不放葫蘆 你就放一個仇土 一個福一個仇 師傅在念銀經 還未推出 你們要留意看 有很多人問我那個蠟燭 那個蠟燭和金銀煙粒 有號碼的 已經陸續推出了 說真的 很多人都拿到很多財氣 這裡我聽到 我都很開心 關於燈塔來說 現在正在做在台灣 你多給我一個月頭幾的時間 差不多兩個月 我燈塔就會出 有些人說 我等兩天 我想遲少少都賣 我不是賣光 我給人家全點了 所以撿私行頭 千萬不要撿私行頭 找個賣家 所以說 有這些事情 你放個狐佬去頂 去擋殺 去罰殺 狐佬是拘不了邪的 很多人說狐佬拘邪 這些是拿來講的 所以自己撿生 那我們入到這個位置 錯了 尤其是我們背脊 沙發後面 不要撿死水 靜水 如果這幅畫靜水 會令到你工作上平平無期 生意不平穩 不是叫平穩 是叫不平穩 是平平淡淡過的 要記得 所以大家真的要記住 外面的事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那天我已經教了大家 即是說 因為澳洲近來沿海一邊 美國也有些是有些不是的 這樣我們馬上說 有些都是有些不是的 這樣大家的立場都不同 環境都不同 那來到這裡來講 大家都看到 那些是拍船的船頭來的 因為主人家今天 坦白說 他在這裡 他沒有出海 但是呢 他的小朋友 就駕船就出了海了 那麼 這個就是他的碼頭來的 看到嗎 這個呢 就是他私人 在拍船的地方 他的船就出了海了 因為他的滋沙船出了海 所以我提醒大家 那些沾沾的椅子來講 大家都要註一下 所以說呢 你可以呢 龍石花 龍石花 這些可以破殺的 龍石花這些 這些樹 這些植物 可以擋殺的 我有介紹了 所以大家要記得 這種都是脫樹 這種都是可以擋殺的 所以你有這些這樣 眾來講呢 就會影響到很多很多的 什麼 那棵招樹就沒有那麼好 這裡半生死了 反而招不到財氣 招到那些不好的東西 你看看 這裡差不多愛死了 這棵樹 所以這些棵樹來講 不適而放了 你明白嗎 還有呢 你看不看到 你看下面 拿馬腳來擋殺 拿天使來擋殺 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 但對西方人來說 是很有效的 你知道嗎 所以牌那裡是擋殺 擋殺 擋殺是擋哪裏呢 是擋那棵樹 看到嗎 看到那棵樹 就是這棵樹 你看這棵樹 你擋殺 我會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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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t cannot this one you put on that one cannot work one 所以說呢 這棵樹來講 你不要放在那裡 你有這棵鐵樹 已經很舊了 所以這種都是鐵樹 你要認得 這棵都是鐵樹 所以大家要記得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次我們有什麼 我們再談吧 拜拜 好